我听说这是一块一定要为女朋友学的甜品 好不好吃 关键在于你用的是什么巧克力 我用的是70%的黑巧 接着来做卡士达酱 搅拌的时候要注意全程小火 温度不能太高 利用巧克力的余热融合在一起 模具里放成油脂方便脱模 冷藏的时间很有短 只有10个小时左右 冰上肉圆脱模的时候也太治愈了 撒上可可粉 用清香木装饰一下 口感透露也得细腻顺滑 一口就沦陷 还很简单 快就给大家一个人吃吧